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后来皇上发现被执行过烟刑的人特别适合在宫里伺候人 一个是他已经不能算是男人了 所以也就断绝了非怎么和他有感的可能 而且被执行过烟刑的人是不会长胡子的 这也就决定了 他们在日常中不像真正的男人 有那么多需要处理杂事 当然了 在宫里伺候人的太监 已经不是被执行冤刑的犯人了 而是自冤的 毕竟是在宫里 伺候的人也是非富即贵的 谁一开心赏他们点就够花很久的不是 而且当太监也是可以结婚的 历史尚从汉朝开始就有太监取亲这回事了 这里说的太监可不是为爵爷那样的假太监 而是真正被执过身的真太监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曹腾了 说这个名字可能大家都不是特别熟悉 可他却有一个出名的孙子 那就是曹操 曹腾当年因为被当时的皇上喜欢 所以权势越来越大 往后来甚至当官了 这也就意味着他不用再伺候人了 之后也有件让他很恼火的事 那就是权力越来越大钱越来越多 可是自己偏偏是个太监 这钱有再多都没用啊 所以他萌生了一个想法 那就是去领养一个 而如果领养的是个大孩子肯定不行 只能从小还开始养起 为了照顾一下孩子的心理成长 也就娶了几个老婆装装样子 当然像曹腾这样的还是少数 更多的太监娶老婆的例子 是在明朝时开始的 毕竟明朝的时候太监的权力实在是太大了 从专门伺候人的摇身一变 成了国家情报机关了 你想想这权力得有多大 而且当时董场的探总也是没事 就会出去溜达溜达执行公务的 有那么几个名义上的老婆 也是工作需要 只不过后来越来越多 则太监感觉这是一个挺好的掩饰自身缺陷的方法 于是纷纷连开始效法 而由于当时董场的权力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皇上也就睁一只眼闭只眼 而且国家大使还忙不过来 谁有空去管你们了 就算是你们和他的妃子有染 又能怎样 你还依旧是个太监不适 我对我说你也不错了 那你不错了 那你怎么会有什么问题 你又多了 你不错了 你不能太监不适合我 你不错了 我看你了 你不错了 你不错了 我看你了